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过年了 先给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在过年的这段时间也是各种案件的高发期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火防盗 家里的水电煤气一定要管好 正确使用各种炊具 最近有个小朋友跟我说 他有一天突然想喝茶 但是家里边所有的锅都站着 于是他就用微波炉烧水 烧了半天这个水也不见开 他就从微波炉里把水拿出来了 结果在拿出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水开始沸腾 差点就烫了他的手 他想问我说 为什么用微波炉烧水的时候 而看似瓶颈的水面会突然之间沸腾呢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现象其实叫做暴飞现象 它也是沸腾现象的一种 那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沸腾现象 为了解释沸腾现象 我们得首先讨论一个概念 叫做饱和蒸汽压 饱和蒸汽压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沸腾 这什么意思 有一杯水 这杯水它是由很多个水分子构成的 水分子无时无刻的不往大气中跑 对吧 大气中也有水分子 叫水蒸汽 水蒸汽它也无时无刻的不往回跑 那么如果空气中水分子不够 这个水分子气化就会占主导 宏观表现为水减少 如果空气中水分子比较多 那么液化就会占主导 宏观就表现为水增多 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 它会达到一种稳态的平衡 就是单位时间内从水中跑到空气当中的 和从空气当中跑回到水中的差不太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管它叫水蒸汽饱和了 此时水蒸汽的压强就叫做饱和蒸汽压 那饱和蒸汽压跟温度的关系是这样的 我们画一张图 横坐标是温度 纵坐标是水的饱和蒸汽压 我们会发现温度越高的时候 水的饱和蒸汽压越大 而且就在100摄氏度的时候 水的饱和蒸汽压正好是一个标准大气压 我们写作一个ATM 通过这张图我们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水到100度就沸腾了 平时这个大气它是有两个部分的压强的 一个部分就是大气中空气的部分 这是主要的部分 里边有氧气 氮气 二氧化碳的这些气体 对吧 它的压强 还有一部分就是水的压强 水蒸汽的压强 那么水蒸汽的压强 在不到100摄氏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水蒸汽的压强怎么着 在不到100摄氏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水蒸汽的饱和蒸汽压 它是小于大气压的 所以大气只要分过来一部分给水蒸汽 就能达到动态平衡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不沸腾 就不沸腾 但是如果温度超过了100摄氏度 此时你从这张图上就会发现 这个饱和蒸汽 水的饱和蒸汽是大于大气压的 就是说你把全部的大气压都给水蒸汽 然后也控制不住水火蒸汽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的话 水只好剧烈的气化就形成了沸腾现象 这就告诉我们沸腾不沸腾 其实是要看外界大气压的 外界大气压越大 那么它就越不容易沸腾 外界大气压越小就越容易沸腾 因为它控制不住水分子往来冒 对不对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压锅煮东西比较快 因为高压锅里边压强大 所以它可以让水在很高的温度下也不沸腾 煮饭就比较快了 对不对 但是高压锅不能煮面条 有个小朋友学的高压锅 就用高压锅煮面条 结果上压了之后自己害怕了 把那个鼻子给拿下来了 然后就看那个面条一个一个排好队 从那个鼻子里边都飞出去了 是吧 高压锅一般是煮一些不太好熟的东西的 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沸腾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解释那个微波炉烧水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出现报废的这种情况 报废 就是拿出来的时候平静的 然后你稍微一震荡 它突然之间报废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我们也画一个图大家看 说这里有一个锅或者水杯什么的 水在这个锅里边 但是水里边还其实有一些气泡 这个气泡挂在这个底下或者侧地上 因为表面张力的作用 它就吸在这个位置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叫气泡 这个气泡里边实际上是气体 里边有水蒸气 可能还有一些空气 我们如果把这一个气泡给放大 这个气泡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它内部有一个压墙向外顶 同时外部也有压墙向里边顶 它能够平衡 这个时候它就 气泡就可以存在了 这里边这个外部压墙 其实不仅仅是大气压 外部压墙是分为三个部分的 外部压墙等于什么呢 首先就是大气压 这个大气压就是在这个水面上方 有这个大气 是吧 这个大气形成的 这是第一部分 大气压 第二个部分是由于这个气泡到水面 有一个距离叫h 是不是 由于这个高度造成了一个水的压墙 是吧 叫水压 水压我们学过初中物理的同学 大家都知道水压大小应该等于ρgh 是吧 水的密度再乘以重力加速度再乘以高度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水面它有一层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是收缩的 所以它会往里边挤 还会有一个附加压墙 我们管它叫表面张力造成的压墙 表面张力造成的压墙表达是 写作2Σ除以r 这个公式比较奇怪 2Σ除以r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边这个Σ叫做表面张力系数 表面张力系数 对于水来讲Σ是0.072 大约是这个数牛每米 也就是每米的长度上水可以产生0.072牛顿的力 这是表面张力的含义 是吧 那么水平时能够呈球体 或者是挂在这个玻璃板上 其实都跟表面张力是有关系的 这个R就是半径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个半径越小 它附加的这个表面张力的压墙就越大 好吧 总而言之我们写出这个表达式 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有三项的 也就是说这些气泡里边的压墙 其实是比大气压大的 对不对 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压锅 这是一个高压气泡 只不过平时来讲 这两项都远远的小于大气压 不过如果这个气泡非常小 那可就不一定了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如这一杯水比较均匀 它里边的气泡非常非常小 小到多大呢 这个半径是1微米 微米是什么 也就是10的-6次方米 对吧 这个半径这么小 那这样一来 它的附加压墙 27个马除以R 由于表面张力造成的压墙 大约有1.4乘以10的5次方帕斯卡 表面张力就附加了这么多的压墙 大家知道大气压是多大吗 标准大气压是1乘以10的5次方帕 大约是1乘以10的5次方帕斯卡 这个水压中这也是比较小 平时我们家的国也没多大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这一项我们忽略不计了 所以最终这个气泡的外界压墙 就是整体这个气泡受到的压墙 大约有多大呢 大约有2.4乘以10的5次方帕 它形成了一个高压锅的效果 对不对 它有了这么大的外界压墙 就造成了水不容易沸腾 如果我们去查表就会发现 当你的压墙有这么大的时候 2.4个ATm的时候 对吧 大约是2.4个ATm 那此时你沸腾的温度大约是在126摄氏度 所以此时如果你的水烧到了100度 甚至110度 那么这个水它都不会沸腾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现象就称之为什么 就称之为过热水 过热水 就是说此时它已经在标准大气压下超过了100度 这个水应该沸腾 但是因为它这个气泡太小了 所以就造成了附加压墙很大 这个气泡每一个小气泡都是一个小高压锅 所以它们谁都不沸腾 当然不沸腾是有条件的 就是气泡很小 什么时候气泡很小呢 那就是当这个液体怎么着 比较纯净 没有什么杂质 对不对 而这个容器怎么着 这个容器也非常的光滑 比如说玻璃杯它就非常光滑 这个时候里边没有大气泡 所有的气泡都是由液体分子掌握造成的 气泡的半径非常非常小 所以就造成了加热到100度以上它也不沸腾 就说出来出现了这种过热的水的这种情况 是吧 但是一旦我们加了一些扰动 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些杂质往里边倒咖啡 是不是 或者往里边倒盐 加了杂质 或者是扰动 比如说我们用手拿出来的时候晃动 有一些空气进去了 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因为你一旦出现了扰动 就会出现很大的气泡进入到这个水中 对不对 这个气泡一旦进入到水中 这个半径就远远大于跟咱们说的这一微米了 半径一旦增大了 附加压强2cg除以r就剧烈的减小 对吧 你附加压你小了之后 相当于这高压锅它那个盖被打开了 一下子就漏气了 漏气了之后怎么样 水就剧烈沸腾 而水一沸腾 大量的气体进到这个气泡里边去 是不是 水分子进到这个气泡里边去 就会造成这个气泡的体积进一步变大 半径进一步变大的时候 又会造成附加压减少 所以它们之间会出现正反馈效应 那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报废 本来是一瓶过热的水 已经110度 还没有沸腾的 你拿个棒一搅和它 或者是让你这个往里边倒点咖啡 它突然之间出现了报废 这种现象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化学实验的时候 加热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报废 我们都怎么着 我们都把里边放一些废石 是吧 往里边放一些多冻的 多孔的东西 这样一来它就里边比较容易出现气泡 不会出现报废的情况 对吧 我们平时用锅去煮 这个铁锅去煮水 为什么就不会出现报废呢 一来就是因为铁锅它底下坑洼洼洼的 所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储存空气 这些空气的气泡半径都比较大 所以一到了100度之后它就沸腾了 是吧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如果是这个铁锅它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它会出现这种对流现象 就是热水上升 冷水下降 会出现对流 在对流的过程之中也会防止报废的出现 对不对 但反过来说你要是用微波炉加热 你用什么杯子 你用玻璃杯 玻璃杯首先就非常光滑 所以它很难出现这个藏住空气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你加热的时候你还是用微波加热 微波这玩意儿有个特点 它不存在这个对流现象 对吧 这个微波它可以让这里外一起热 没有对流 所以空气很难进得去 这样一来就满足第一个条件了 液体纯净 容器光滑 所以容易出现过热水 你把它拿出来之后一搅和 哗一下它就报废了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 大家千万不要用微波炉去烧水 是吧 但是你热汤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汤里边有很多的杂质 不会出现报废的情况 说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这个过热水的出现 其实就是缺少一个沸腾的河 也就是这个小气泡 你野入一个小气泡之后 它就会固然沸腾 因为缺少了河 而出现的这种过饱和现象还有很多 我们再来举几个其他的这个过饱和现象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叫过饱和溶液 什么叫过饱和溶液呢 我们知道某些物质溶于水 但是它不能无限地溶 比如盐吧 你加多了这个盐它就不溶了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造出过饱和溶液了 还有很多有趣的实验 比如有一个实验大家看过吗 就是人造石中乳 是吧 还是拿一杯液体往下倒 一倒 结果出来一溜这个类似于石头一样的东西 结晶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过饱和溶液的现象 它一般来讲是利用这个醋酸钠做的 醋酸钠这种物质它能够溶于水 我把醋酸钠溶于水 然后它溶满了 之后我加热 加热了之后 它就可以溶更多的醋酸钠 然后我冷却 冷却了之后 这个醋酸钠就过饱和了 爱说它应该结晶 但是如果缺少这个结晶的和的话 它即便过饱和冷却下来 它也不结晶 此时你给它一点扰动 比如拿一个玻璃棒捅它一下 或者从上面倒下来一下 它就会出现 一下子迅速就结晶这种情况 是吧 这个就是过饱和溶液结晶 还有一个就是可乐喷泉 这个大家应该见过吧 我还特意买了一个可乐 可乐加曼陀斯就往下喷 是吧 咱们先来做这个实验 这个是可乐 这个就是曼陀斯 我现在就把曼陀斯扔到可乐里边 好 做完了 这可乐加曼陀斯为什么喷呢 有人说那是因为吧 可乐和曼陀斯发生了化学反应 其实不是 是因为可乐里边有很多的过饱和的暗氧化碳 靠压力打进去的 平时它就想出来 但是没人挑事 缺乏和 所以它出不来 这个时候你把曼陀斯放进去 曼陀斯表面有很多的凸凹 这个表面很多的凸凹上面就带了一些空气 于是这暗氧化碳就钻到这个空气洞里边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气泡 这些个小气泡就会成为和 让二氧化碳从这个可乐里边喷出来 对吧 就是这么个道理 其实你不加曼陀斯 加别的也是一样 比如我加盐 大家再看一下 这是可乐 这是一袋盐 我现在把这个盐倒到可乐里边 可乐也出现了喷发 好 你看 加盐 可乐是不是也喷呢 对吧 都是因为引入了这个气化的和 还有一个就是过冷的 过冷的液体 过冷的液体 大家在网上看过这样的实验吗 我们把这个纯净水放到冰箱里边冻 冻了几个小时拿出来 你发现它还是液体 对吧 可以倒 但是如果你敲它一下 结果就发现这个瓶子里边的这个水 哗哗哗 全都冻成冰了 对吧 或者你马上倒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直接冻成冰柱了 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是因为这个水它已经低于零度了 按说它应该已经凝固成冰了 但是很遗憾 因为没有凝结核 就没有一些杂质 没有一些冰尖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凝结成这个冰 于是它就出现了一种过冷的液体 你一旦敲它一下 它就立刻变成冰了 就这么个现象 是吧 在生活中过冷液体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冻雨 冻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看起来像雨 但是落到地面上之后一下子冻成冰 原因是什么 这是因为这些个水在空气中往下落的时候 遇到过冷的气体 结果这些水就迅速滴到零度以下了 对吧 这些水滴到零度以下之后 因为缺少凝结核 所以它也不冻成冰 一旦到了地面上什么电线杆 或者鸭子的嘴上 是吧 它一下子冻成冰了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冻雨现象 除此之外 在粒子物理上还有两个东西 跟这种过饱和蒸汽 过冷 过热有点关系 一个就是威尔逊云式 威尔逊云式是威尔逊发明的一个东西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它里面装了一些酒精或者水的过饱和蒸汽 靠加压的作用形成的一个过饱和蒸汽 那么当这个粒子通过云式的时候 粒子旁边的这个轨迹就会造成凝结核 于是这些蒸汽就会在粒子轨迹上液化 我们就能够看到粒子的轨迹了 那么通过威尔逊云式人们发现了什么 人们发现了正电子 是吧 那张著名的发现正电子的照片 其实就是用威尔逊云式照出来的 它是一个过饱和蒸汽的一个实验装置 还有一个叫气泡室 这个气泡室它是另外一个唐纳德同志发明的 那气泡室的原理跟于是正好相反 它是过热的液体 它本来是想气化的 当然没有气化 我加了压力没法气化 我突然一减压 它就过饱和希望气化了 在什么地方气化呢 当粒子经过的时候 在粒子的轨迹上形成了这种气化核 于是它在粒子轨迹上气化 形成了一串轨迹 人们通过气泡室发现了什么呢 就发现了Wz 玻色子 所以对于这个粒子物理的发展还是很有作用的 其实无论是气化还是液化 这都是一种相变 就是当外界条件改变的时候 比如说温度升得很高 那么液体就会变成气体 如果温度降得很低 那液体就会变成固体 但是在相变的过程中一定要出现核 比如说气化的时候要出现小气泡 在液化的时候要出现这个凝结核小冰晶 如果没有这些核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过冷或者过热的现象 也就是说温度超过的费点而不费腾 温度低于的凝固点而不凝固 此时只要一点外界的扰动 它就会迅速的沸腾或者是迅速的凝固 其实这种自然现象 很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种情景 就平时我们看着非常正常的一个人 遇到一点小事突然间就崩溃了 然后好色大哭 其实很有可能压力 已经让它成为一种过热的液体了 此时有一点点扰动 它就突然之间爆炸了 那一件小事就起到了凝结核的作用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强大的王朝 比如说秦朝 它一共只统治了14年就崩溃了 起因是陈胜吴光起义 为什么两个小人物陈胜吴光起义 可以导致这么大一个王朝的覆灭呢 这是因为在秦朝的统治下 老百姓苦不堪言 这就好像是过热的液体一样 此时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相便盒 比如说陈胜吴光 天下群雄就纷纷响应 就好像液体突然之间暴废了一样 所以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 暴废的现象其实都是很可怕的 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去发泄这个压力 防止暴废现象的出现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您可以在YouTube帐号李渡老师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